我们今次讲到启示录第20章 是我们今次的最后一堂关于启示录 这个主题可以说是有不同人的看法 我自己来说两边都会客观地说是有证据的 两边都有证据 有千禧年和无千禧年都是有证据 有圣经的证据 但又可以说大部份的经文是支持无千禧年 这是大家会看到的 因为我们是找圣经的证据 而且大部份的经文是清楚的经文 重要的是那些是清楚的经文 例如关于被提的问题 清楚的经文是很清楚地说到耶稣回来时 耶稣降临时就是我们被提的时间 所以被提在大灾难之后 这不是我们今次讲的主题 如果你想找关于被提的 耶稣经是支持我们需要经历大灾难 但很多人就很不喜欢这件事 这件事可以说对基督徒有更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需要面对大灾难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如何面对大灾难而得力 能够得胜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今次的主题说到千禧年这件事 在我来说我反而觉得 是不是那么影响我们的 因为为什么呢 到时我们看到 已经耶稣回来了 有千禧年就有了 没有就没有了 我两样都会很欢迎的 永远同住一起 两样都很欢迎 但是依然我们用圣经去角度 我们依然去分辨的 大家看看这个图 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 看看这个千禧年派 然后就主降临 大家看到这个箭嘴 Shirley要用这个cursor去指 千禧年这个主降临 然后就有一千年 下面写着 捆绑撒旦一千年 就是撒旦被捆绑一千年 在那一千年有什么发生呢 殉道者和没有受受印记的人 刚才在经文那里 大家可以看到的 第四节那里 有说到 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 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 这个就是殉道者 还有那时没有拜过受与受像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里说到那些没有殉道 没有受受印记的人 他们就作王一千年 从一千年之后释放撒旦出来 列国就围攻基督徒 然后就有白色大审判 然后下面就无千年派 就是一千年代表 基督徒在新弱时代作王 稍后我会说出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是经文没有直接看到的 是要由以乎所书那里看的 那一千年代表新弱时代 然后耶稣回来 然后就有审判 有永生永刑 就是耶稣回来 就是审判 就是永生永刑 这就是这两种看法的分别 现在我们看的经文 启示录二十章一节 我会读得比较快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看的经文比较多 看见一位天使在天上降下来 手里拿着毛底坑的弱士和一条大链子 捉住这个龙和蛊蛇 又叫魔鬼又叫撒旦 将他捆绑一千年 涌在毛底坑里面 将毛底坑关闭用印封上 使他不能够迷惑列国 等过一千年结束之后 必须暂时释放他 这里就说到一个天使 不用其他 一个天使就用一条链子 把魔鬼绑了 所以我们真的不用怕魔鬼 因为一个天使就搞定他 神帮助我们更加不需要惧怕 就将他捆绑一千年 然后一千年他又会出来迷惑列国 在这里我问一个问题 启示录十九章十五和十八节 已经说到击杀列国 杀了他们 非了吃所有人的肉 那为什么又有列国呢 为什么又有列国呢 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启示录是重复多次说到末日 以及打赢那些不同的国家 接着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原文是没有几个 即是I saw thrones 即是一些宝座 也有座座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并赐给他们 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是没有说的 刚才有说 那这些是否其中一些呢 或者是之前那些所有都是坐在这个宝座上 没有说清楚 那我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 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 以及那些没有拜过寿和寿像 也没有在手上或手上受过印记的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似乎是两个人 一样就是有宝座 然后另外就是有些为耶稣作见证 为神的道被斩 即是有殉道者 以及没有拜过寿和寿像 没有受过受印记的人 他们就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如果你只是按照这个时间 就是有千多年 即是他们经历过大灾难 然后他们被杀 然后他们复活了 复活之后有一千年 至于说的无千多年派 就是如何呢 以弗所书二章五至六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福音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 基督耶稣一同復活 一同在在天上 这里是过去识的 在原文 当我们死在过犯 即是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 就是死在过犯 那时候 神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这是全部用过去识的 即是基督徒 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个身份 现在我们的身份都是天上的 我们已经天上有一个位分 虽然我们活在地上 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好像有些人是某个国家的国籍 他来了香港 但其实他的国籍在另一个国家 我们就住在世界上 但我们的国籍其实是天上的 我们有天上的权并 这个经文也是解释 会不会解释到这个復活的意思 但是有一个困难 因为他说到那些被斩的 殉道的 以及那些没有受过受印记 没有拜过受的人 所以这个应该是大灾难时期 第五节 这是头一次的復活 其余的死人说 没有復活 直等到一千年完了 这就是那些是不信的人 那些不信的人 就是死了的那些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 应该有一个不同的復活 但你看到其他经文 那些人也是看不出这件事情 我以师姐先说到 第一次復活就是基督徒 就是第一次的復活 然后不信的就是第二次的復活 就是等一千年完了 但这到底是否真的一千年隔开 这件事在诗经上是有困难的 第六节 在第一次復活的有分了、圣结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 他们没有权并 第二次的死应该是说到 人死、肉身的死 然后落地獄的死 就是他们要放在火湖里面 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他们就会与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 就说到这些 在头一次復活有分的人 下面的经文也是和这些一样 接着第七节 那千年完了之后 撒旦必同监路里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格和马国 有些人就说这个就是俄罗斯 但是其实他这里说到四方 四世界不同的地方 所以是世界所有的列国 叫他们聚集争战 他们说人数多如海沙 他们上来遍满全地 围着圣徒的盈与蒙爱的城 这里形容的结局很快的 就是有火从天下降下来 就消灭他们了 没有说到他们能否攻击到基督徒 也没有说到的 只是说他们围着 接着有火降下来 然后迷惑他们的魔鬼 就被涌在流氓的火壶里面 就是寿和假仙之所在的地方 他们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就是他们放在火壶里面 11节 就看见这个白色的大宝座 坐在上面的 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 就是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这个宝座面前 案卷展开 另外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策 就是有两卷的 第二卷就是生命策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海就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就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就所有人在面前受审判 以上的经文第20章所说的 在这里我回应 在新约所有每日的经文都说到主降临 就是永生审判和永远的刑罚 我这里就列出不同的经文 所以在表面看是有矛盾的 我们只是说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真相 我们到时会知道 但现在来说是不知道 而是有很多经文说这件事 马太24章30节 那时人子的少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家着 天上的云降临 圣经说到耶稣回来说过一次 就是耶稣降临 教云降临 荣耀的 全世界看得到的 有些人说在大灾难前 基督秘密在天上降临 那个是没有圣经根据 圣经没有说这件事的 就是说到他大荣耀之中 教云降临 而降临的时候有什么发生呢 第五十节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仁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耻了 就是说完耶稣回来 接着就说到有善仆和恶仆 善仆就预备好了 预备主人回来 他就很欢喜 但是这个恶仆 他就在想不到的时候 主人就回来了 就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哀哭切耻 这里就说到地狱 因为在马太二五章 也说到有三个比喻说末日 第二个就说到五千 二千 一千两银子的比喻 也都是去到 即将恩赐埋藏在地的人 他们就会去到地狱 外面的黑暗 在那里哀哭切耻 然后第三个比喻 就是说到绵羊山羊 绵羊就是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山羊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他们就要进入为魔鬼所预备的永火 所以这里说到哀哭切耻 应该是说到进入永火 除了天堂地狱 除了有另一处地方 是说到有一个哀哭切耻的地方 而是他们就真的进入地狱 而且二十五章就更加清楚了 首先圣经分章原文是没有的 是后来有一个人将他分开的 而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很清楚也说到耶稣回来的 当仁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士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46节 他就说到绵羊山羊 绵羊就是做在他的弟兄身上 山羊就没有做在他的弟兄身上 接着46节 这些人要往永营里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 之前有一节说到 他们要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 所以这里说到两批人 我这条经文没有写出来 就是写到有绵羊山羊在他面前分开 有两批人在 即是他一回来就是审判 所以这里是一起的 这里的审判是一起的 在启示录二十章似乎复活是第一次 和后来的不信者有复活 是不同的 然后启示录 未到二十章第十一章 已经说到七号的时候 也有说到审判死人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 犯敬畏你名的人 连大大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你敗畏那些拜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 所以说到第七号就是审判死人的时候 那些仆人众先知 众圣徒 犯敬畏他名的人 信靠神的人 跟从神的人 就得赏赐了 敗畏世界的人就是犯罪的人 神也都敗畏他们 所以得赏赐和敗畏他们是同时发生的 马帝16章27节 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女 同着众事者降临 那时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也说到他在荣耀中降临 就要按照各人的行为报应他们 马可8章38节 凡在者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恥的 人只在他父的荣耀女 同众天事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恥的 这里就说到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那些人把耶稣当作可恥 耶稣都要把他们当作可恥 即是他们都要在那时受审判了 马帝13章 马帝13章是说天国的比喻 25章也是天国的比喻 而25章的全是说末世的 25章三个比喻 十童女 新郎回来 有五个准备好 有五个没有准备好 第二就是 按财干受审判 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 第三就是绵羊山羊的比喻 十三章就说到不同的比喻 天国的比喻 但这些比喻就有一部分讲现在 有一部分讲末日的 譬如第一个杀种的比喻 就说到杀种在四个不同的地方 而那些好土的就会结果子 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 那些落在石地上 那些就死了 被雀子吃了 有其他比喻 这就是另外的墨子和弊子的比喻 下面有一个图 墨子和弊子的不同 就说到主人种了墨子 然后敌人就来杀那些 弊子的种子 两个一起杀 那些仆人就说 为什么敌人中了这些弊子 不如将它拔掉吧 主人说不要 免得拔掉的时候拔掉墨子 等到末日的时候才拔掉 他说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最收割的人 就说先将弊子拔掉 菌成菌 流入烧 唯有墨子要收在仓里 那时候就要将 弊子和墨子分开 即是同时发生 39节 杀弊子的仇敌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弊子拔掉 用火焚烧 世界的活了也要如此 所以这里也说到 耶稣回来的就是 将墨子和弊子分开 然后就收在仓里 和烧了 马太十三章四十八节 仍然是天国的比喻 就说到有人在海里 杀亡 捕捉各样的海类 捕捉了之后 拉上岸 就捕捉好的收在器具里 将不好的雕器 这里看到人 把一条鱼丢掉 那条不要了 世界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二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雕在火炉里 耶稣回来的时候 将那些好的 好的不是普通好人 跟从耶稣的人分开 然后那些恶人就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要哀哭彻耻 这也是地狱 所以这些经文都说到 耶稣回来就是 义人和恶人分开的时候 第二点在新约有末日的经文 都说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基督徒就变为不死 永远与主同在 为什么能够再被攻击呢 我们变得像耶稣天使一样 我们会有荣光的 不再是现在的身体 现在会扭坏 那时候不会坏的 别人一打你都打不了你 不会受伤的 在临前十五章五日二节 在一刹时窄眼之间 浩童活翅吹响的时候 因为浩童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纳慧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纳慧的既变成不纳慧的 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性吞灭的话 就应验了 在一刹时窄眼之间 浩童末次趋向的时候 浩童要响了 由死人复活成为不纳慧 这个死人复活是基督徒的 真基督徒因为他会变为不纳慧 这个必纳慧的变成不纳慧 必死的变成不死的 那时死就被得性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这句话在英文翻译就是 Death is swallowed in victory 就是在得性中被吞吃了 死亡被吞吃了 即是不再存在了 再没有死亡的存在 基督徒在大灾难也会死的 基督徒不会死 即是已经大灾难过了 即是已经不是大灾难了 那时不再死了 不再死的时候 我们每个都变成年轻 发光 不再有疾病 不再会死的了 那这样的时候 怎会有人还想攻击呢 即是普通人看到他好像天使的人 他怎会有这个心去攻击 他怎会觉得自己可以攻击呢 接着贴上的前书四章十六节 说到被提了 信的人会被提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就是基督徒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下我们者活着还 全留的人必和他们 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这要说到就是 耶稣从天降临回来 有神的号吹响 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 有些人说这是大灾难之前七年 但其实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在这几处的经文 保罗也加了一个词 就是我们 大家在这里看第四行 看到我们吗 我们者活着还全留的人 我有份的 即是说保罗到时有份 当时他不知道自己会复活 因为不复活 他不知道耶稣何时回来 所以他当他自己是活着的 所以他用过我们 其实他是会复活 而且他会改变形象 而保罗只能够复活一次 和改变形象一次 另外一个经文 我刚才看过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第三行 尾那里 我们也要改变 即是保罗也说到他有份 保罗会改变形象 即是说他会改变为不那位 那么保罗不会说 即是他应验临前的时候 他就会复活 会改变 然后应验贴撒罗尼加前书四章的时候 他又会复活 又会被提 那么保罗不会复活两次 他不会复活一次 然后死过 然后再复活一次 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只会复活一次 他会改变一次 他不会说改变了荣耀 然后又变成了荣耀 他只能复活一次 改变一次 被提一次 所以这两个经文是同时应验的 即是他会复活 会改变 亦都是被提 所以同时发生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呢 就是当死被德性吞灭 再没有死亡 这个就是大灾难之后 所以他复活的时候 在大灾难之后 他就会复活 就会被提 好了 那这要讲到 基督徒会怎样呢 在空中与主相遇 我们就要永远和主同在 永远和主同在 怎么可以还有人攻击我们呢 就是整天都和耶稣一起 个个都荣耀身体了 怎么还有人会想攻击 或者觉得有可能攻击呢 就是这些我就讲出 启示录20章的困难 但是这件事 我又不觉得很大困难 因为其实到时我们会发现 到底是怎样 到时 如果我有机会 在我临死之前 上一上天堂 我就会问一下耶稣 那些上天堂的人 又没有问这句 我说耶稣啊 到底我们将来 会不会有千多年 因为没有呢 其实这个不是我最重要的 反而我最重要的就是 神啊 我有什么可以做呢 对这个世界有最大的祝福和帮助 不过我也有些事想问一下你 我也想问一下你 到底有没有千多年 或者有些圣经的解释 我都很想知道 我会留着耶稣 耶稣说 如果我留得多久 我会问多少问题好不好 我会有很多事情都会想问耶稣 好了 第十九章 启示识十九章 也说到一件事 就是基督已经与圣徒 有分取和分言 与基督有最亲密的关系 我们已经是基督的辛苦 那普通人怎么还可以 还有机会攻击我们呢 根本是 所以两方面都有很多证据 不是我们不信圣经 而是 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存在 我们只能说 神啊 我们不知道 求祢指示 我们就算攻击不了 会不会死 他们可能已经被人违惑 杜失他们也会照攻击 是的 他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 就算我们明明不攻击 我们也有耶稣在一起 耶稣还站在那里 耶稣是荣耀的 我们也是荣耀的 每个人都是荣耀的 我们已经被提了 空中与主相遇 天上又地上 为何到在天上又地上呢 在天上又落回地上呢 很多人就觉得这千里年有一个地上的国度 在圣经里面有说到以色列的德性 有很多人就说这些德性就说到将来 这千里年就是以色列的德性 全世界都是他为王的一个国度 但是当我们合并了所有经文的时候 他说到以色列的德性 是否会是说 新天新地 将来所有属神的人 我们是德性的 他所说的就是说 就算明明攻击不了 他也可以尝试攻击 这个有一个可能性 不过 你想象了 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情景 有一个城 有蒙爱城 那些人是发光的 那些人又不用看医生 因为他们要看医生 他们又会死 在千里年外那些人也会死 那些人又不死 他们当然会查够了解这些是什么人 他们一定会知道这些就是基督徒 他们就是荣耀不死 他们真的会去打 这个机会会不会有这个机会呢 我会尝试从圣经去解释 到底是什么 第三 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一节 就说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这种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这个耶稣很清楚说 在他回来之前有大灾难 之前没有 不过以后也没有 主耶稣回来之后再没有灾难 但是启示六二十章八字 就叫他聚集 人数多如海沙上来遍满了全地 围着圣徒的营与无外的城 多如海沙聚集增战围着圣徒的营 这个是灾难 但是耶稣说没有灾难 所以这个是 耶稣说以后也没有灾难 意思是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些辛苦的时刻 再有这些困难的时刻 那怎会再有这些时刻呢 接着第四点 我们现在是几点去回复这件事 在启示六二十章之前所说的发生的事 启示六二十章之前已经发生了 启示六二十章之前已经说 末日发生共六次 所以启示六不是顺时间次序的 不是全部顺时间次序 这里就是把六次列出来 第一个就是第六人 这些我们之前说过 所以这里就是简单地说的 神愤怒的大日 那些人就跟那些大山的石头说 淋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不要看到神的愤怒 这个已经是祂愤怒的大日到了 这个就是审判的日子 然后第七号 审判死人和赏赐圣徒 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 第三个就是人子用快脸刀收割 人子在云上 这个又好像耶稣回来 在云上用快脸刀收割 很多人死了 结果那些血是很高很高 去到很远路的 然后第六七号就是神传能者的大日争战 就是跟神传能者去打仗 然后第五就是十王和兽和羔羊争战 这次更清楚说到羔羊争战 然后第六就是地上的纵王和军兵与主争战 然后他们的肉都被非鸟吃光了 所以是重复说了这个末日 启示录并不是完全顺时间的次序 这些事情就是之前发生的 捆绑撒旦 启示录二十章开始说到捆绑撒旦一千年 但是在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捆绑撒旦 就是撒旦 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 在之前圣经是有说的 其中是捆绑撒旦 已经一早就说了 耶稣说我不是绑撒旦的撒旦 怎么能够抢掉他家里的人 因为他自己能够赶邪灵 然后释放撒旦 启示录第九章 已经开了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王 他的名字叫阿巴顿或阿波伦 意思就是毁灭者制 已经开了地獄 在启示录第九章 这和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 释放撒旦是类似的 第三 列国和基督和基督徒争战 神德性亦是重复的 就是之前已经重复了 哈米吉多顿大战 神全能者的大日那一天 神全能者的大日 给了一张 第一就是哈米吉多顿 神全能者的大日争战 第二就是兽和十皇与基督争战 第三就是基督击撒列国 还有吃了那些人民 那哪里还会有人去打仗呢 就是已经所有的人都吃光了 第五就是审判 第六印的时候已经 惩罚那些不信的人了 第七号已经审判死人和赏赐圣徒 还有人只用快脸刀收割 也是审判那些不信的人的 第六就是重复发生的什么呢 就是不信从的人被杀和轰在火湖里面 启示六十四章九至十节就说 凡是拜兽的 然后下面就是启示六十九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非料可以吃所有人的肉 那哪里还有不信者呢 第三个天使 就是凡是拜兽的人都要落地獄 都要落地獄 就是凡是拜兽的人都要落火湖里面 他们的份都在流黄的火湖里面 好了 那支持主降臨之后有一千年和有增战 就是说有这个千禧年 其实是没有千禧年的字 圣经没有说到千禧年的字 就是说一千年 但是为什么他们说千禧年呢 因为那千年是神的子民作王 所以他们就叫他做千禧年 就说到没有撒旦 所以会很和平 很多各样的祝福 但是问题就是这么多不信的人在 为什么还会这么祝福呢 这是一个问题来的 意思就是撒旦被捆绑的那些不信的人 依然他们不会跟神的路 为什么会有很大的祝福呢 这里说到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 没有权命 但是没有说到 其中死的就是法律 就是直行斗 意思就是说那些復活的人 就是后来会復活 然后后来他们就会去到 就是他们后来去争战 这个是他的理论 因为他的理论就是什么呢 那些非基督徒他们就復活了 然后他们还可以打仗 但是圣经是说到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恶的復活定罪 就是根据那个经文 是没有可能会攻打基督徒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他们已经死了 但是过去一千年 他们就復活了 復活了 然后他们就攻击基督徒 但是因为圣经是说 作恶的復活定罪 就不是他们可以打仗 就不是他们可以打仗 我们看回这里 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印记 那这些人就是说 他们是经历过大灾难的 应该就是 没有经历过大灾难 但是他们就死了 或者没有拜到受 没有受过这个受印记 他们的这些人 因为是大灾难之后 他们活一千年 所以这里就会说出 有另外一千年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这一句经文 是解释不了的 只是说他们的復活 因为 奥迁这些年派 通常就认为 这个復活就是指到 在信耶稣的时候的復活 信耶稣的时候的復活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说到他们的殉道 他的意思就是 意思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些人 后来他们的殉道 但是他们本身 在信主的时候 他们的復活 在主里面活着 就是那个復活 就是那个復活指到 信主的时候的復活 那些人就是一千年 那些一千年就是新弱时代 他们就会觉得 但是问题就是 这样来说 那个被斩者的灵魂 是说之后 就是他们復活了 活一千年 然后被斩 又没有拜受仗 我再解释一次 就是说这个復活 是之前发生的 就是他们信主的时候復活 但是这个文化上是有问题的 因为就是说他们被斩 然后他们復活了 他们也復活了 似乎是这样的 但是两处经文是矛盾的 我们只能说 我们开放给神 去告诉我们 将来是怎样的 我们都不 这件事不影响我们的救恩 不影响我们 和神的关系 是一个困难 但是我又不会被这件事困惑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是不知道 我们将来也会知道的 OK 他们最主要就是说 这个经文 其实通常千年派不会这样解释 他只是由这个经文直接说 所以他这样解释 但是我就指出 他真的有说出这件事 是有说到被斩者的灵魂 还有没有拜过受受仗 没有受过他的印记的人 他们都復活了 这个时间的关系 好了 支持千离年的人 就觉得旧约中 很多讲到以色列被高举的经文 讲到千离年 其实这些经文可以讲到 熟灵的以色列教会 因为加拉太书3章29节 他说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已经是以色列同蒙应许的 第二 这些经文 旧约说的 可以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 毛千离年派认为 没有拜过受仗的人復活 是指以弗所书二章 是我们死在过犯时的復活 信主时的復活 这一千年代表新弱时代 这是有困难的 我都说是有困难 我两个人都想不通 支持在地上有或没有一千年 都是证据很强 为何很强呢 就是先讲到那几点 就是因为 耶稣说他回来的时候 是审判的 经文不同经文 他一回来就是审判所有人 我们先看那几点 先讲到那几点 第一 就是 耶稣回来就是审判 就是永生永死 这个一 第二 中文第二 所有末后经文 都说到基督徒变为不死 不会扭坏 那为什么再被攻击呢 第三 耶稣说以后都不会再有灾难 那怎么会还有灾难呢 第四 啟哲二十章所说的之前都发生的 那是重复发生 那会不会是重复 就是他用不同的角度去形容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困难的 所以我来说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而且耶稣回来 我们变为不死和永远跟他在一起 有没有千年都没有分别 其实永远跟他在一起 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所以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肯定的问题 至于说到什么时候被提 我就很肯定 我就很肯定 是耶稣回来 在大灾难之后 那个经文是很清晰的 是清楚的经文 那么我们这次可能 我不知道各位听的人 你觉得怎么样 有些可能觉得 有些什么圣经有些地方 那么不肯定 这个只是我们不肯定 神来说就很肯定 将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也不会说耶稣说 你要千年就去 你不要 那就不用千年就去 没有这两个选择 那么我觉得耶稣回来 已经不重要 那么我也想说一说 我们其实最重点 就是我们训练多些人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为耶稣作见证 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最重点 那么我们会训练的目标 我们在金堂讲完启示录 因为这个千年我一定要讲 让大家知道两方面的证据 而我最重点就是 训练大家能够让神使用 而我准备训练的内容是什么呢 首先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灵命 建立人的灵命 如何栽培人 这是第一件事我们需要学习的 如何传福音 如何为人祷告 如何我们有圣灵里面的祷告 圣灵里面的侍奉 以及各方面的侍奉 或者在圣灵里面为人祷告 叫病得医治 情绪得医治 生命改变 以及辅导 就是不同方面我都想去帮助 而我第一样想做的 就是下星期开始想做的 就是帮助灵命 如何帮助一个人的灵命 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途径 这就是我们接着会做的事 大家都可以提议 对于我们将来的奴向 而我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将来 能够耶稣称赞你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因为 我们做在别人的身上 是神喜悦的 基督徒不仅是自己顾自己的 是基督徒能够发挥生命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 对于我们这个课程前面的路向 例如下星期开始 就是会讲到 如何建立人的灵命 例如有个人初信 或者有个人他信了很久 但也很软弱 首先帮灵命 如何提升他的灵命 是 其中一件事 但帮助灵命 也不仅是圣灵 为什么呢 首先是有圣经的基础 和有圣灵两样一起运作 对于千里连藏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 对于 被提一个大的题目 我们这里就不回答 这个时候我们讨过结束之后 接着又可以有短短时间 为大家祈祷 好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查经的时间 虽然这个题目 我们都不能够找到一个确实的答案 但我们起码了解圣经所说的 不同的经文 有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就将人分开绵羊山羊 分开左右 分开这些人 然后就会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是那些忠心良善的仆人 他们就可以尽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而那些又恶又懒的仆人 是要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在那里哀哭切耻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预备好我们的心 侍奉祝福人 时时跟从神的路 走在神完美计划之中 叫我们靠着耶稣得胜 也能够祝福在不同国家的人 主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 去祝福列国的人 去帮助他们受训练 愿你的名得着荣耀 求主提升我们的生命 更新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一个火热的心 给神使用的心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